我是一只修成人形的白孔雀 剑宗弟子拔光了我的羽毛 织成白羽霓裳送给他的小师妹 小师妹穿着白羽霓裳 在宗门抵士上出尽风头 宛如仙女下凡 他用剑指着我向掌门禀道 师父 这只白孔雀比人还貌美 恐怕会扰乱师兄们的道心 不如让我斩杀他 小师妹献上一只剑舞 名叫斩雀舞 剑宗弟子们不知 我是剑宗师尊养的灵宠 师尊闭关百年 出来见最心爱的灵宠被拔光了毛 一罐冷峻的毛子瞬间变得通红 宇剑宗一年一度的御剑鄙视 小师妹凌染穿着白羽霓裳 从天而降 瞬间吸引了所有师兄们的目光 众师兄都在惊叹于小师妹的眉毛 以及他身上的白羽霓裳 那是从我身上拔下来的羽毛 我叫灵溪 是只修炼了三百年的白孔雀 我的羽毛极其珍贵 得到一片便可御羽飞行 凌染进入宇剑宗十载 御剑术是宗门里最差劲的那个 他飞不过十丈远便会掉下来 不像别的剑宗弟子 可以轻松飞过一座山头 此刻他穿着用我的羽毛 织造而成白羽霓裳 宛如天仙下凡 他脚下的剑只是做做样子 真正能让他在空中自由飞行的是我的羽毛 凌染落地 仰着下巴 像只骄傲的孔雀 师兄们惊叹 小师妹好棒 小师妹好美 凌染喜欢这种被师兄们重心捧跃的感觉 这一次御剑鄙视 他出尽风头 拔得头筹 坐在主位上的掌门 怀旭汉手 称赞道 凌染 你进步神速 说说看 想要什么奖赏 凌染向前禀道 师父 托儿听闻大师兄前些日子 捉了只白孔雀献给师门 托儿斗胆 想要那只白孔雀 还请师父成全 那只被拔了毛的白孔雀呀 怀旭想起是有这么一件事 他命道 锦行 你去将白孔雀带上来 是 大师兄锦行领命退下 片刻后 他抬了一个铁笼子上来 被关在铁笼子里的白孔雀 正是我 按理说 我有三百年修为 哪能得到剑宗地子们欺负 他们之所以能拔光我的羽毛 是因为我前些日子 吃了一颗悬炼圣枝 能助我提升一百年修为 可那悬炼圣枝太过凶猛 要三个月才能消化 我吃完后 一阵晕眩 连忙找了个窝睡觉消化 等我痛醒时 我的羽毛已经被拔光了 还被关进了铁笼子里 到现在 我体内的悬炼圣枝 还没完全消化 整个人昏昏沉沉 还要再睡一个月 才能消化完毕 颈行将我放出笼 林染立刻向前 拿着剑指向我 这只白孔雀 长得也太好看了 若是让它修炼成人形 恐怕会影响师兄们的道心 不如将它就地斩杀 林染说吧 轻笑道 既然师父将白孔雀赐给了我 那我今日便献丑 给众位师兄们 表演一段斩雀舞 师兄们起哄 小师妹的剑舞堪称一绝 今日我等有眼福了 这只白孔雀羽毛被拔光 想来活不久了 小师妹若是想斩了它 那便动手吧 嘿嘿 那今日晚膳 是不是可以加餐 我想吃孔雀燕 林染自信满满道 师兄们等着 我这就给你们斩雀 让你们晚上吃上孔雀燕 掌门怕惹祸上身 他出声阻拦 林染啊 这只白孔雀为师 看得都快要成精了 还是放了吧 师父 他的羽毛已经被拔光了 若是不斩杀 他将来会来寻仇的 林染雨落 继续撒娇 师父不是最疼妥了吗 就一妥一回吧 让妥表演这段斩雀舞 林染年少时 被掌门捡回来宗门 掌门对他历来宠爱 当作轻规你在养 他当即松口 行 那位师便依你一回 谢师父 林染得意洋洋的挥剑刺向我 一道狂风袭过 林染身上的那袭白羽霓裳 碎成千万片 羽毛飞向我 我化作人形 穿上白羽霓裳 剑宗弟子 被我的美貌惊艳 嘖嘖称奇 华 这才是天仙啊 太美了 白孔雀成精了 我看他是成仙了吧 那一袭白羽霓裳穿在他身上 真是绝配 林染尖叫一声 面红耳赤捂住身体 剑宗弟子这才将目光影向他 原来方才他的白羽 霓裳碎开之后 里面的贴身衣物也碎了 林染在众目睽睽之下 赤身裸体 出尽阳相 掌门愣了一瞬后 气得拍桌子 大叫道 快护住然儿 紧行脱下外袍 这一溃甚至可能会经脉剧断 被玄连圣枝侵蚀五脏六腑 这帮龟孙子 等我消化了玄连圣枝 再来收拾你们 我飞上空中 气战逃跑 剑宗弟子们遇见追来 我甩开他们 躲在林子深处 三日后 林染带着一众师兄 在深山老林里寻找我的踪迹 林染上回因为我颜面尽失 他恨我恨得牙痒痒 他咬牙切齿道 各位师兄 谁若是能帮我斩杀白孔雀 我便开小灶 给谁煮一个月膳食 师兄们文言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纷纷表态 小师妹厨艺精湛 师兄们就算是拼了命 也要帮你斩杀白孔雀 谢谢师兄 林染指挥师兄们 大家分头找吧 好 剑宗弟子各自散开 在林子里寻找我的下落 林染和大师兄警行 五师兄目封 十二师兄出击一路 他们在林中找了半日 悬着地上的脚印 找到我栖息的巢穴 我的巢穴洞口 只有一块石头大小 人进不来 林染拿出他养的灵宠 一条小绿蛇 宁导 进去将白孔雀逼出来 小绿蛇往洞穴里钻 片刻后 他从洞口飞出去 落在林染面前 林染看见自己 心爱的小绿蛇断成两截 他气炸了 放狠话道 白孔雀 我跟你没完 初级提议 小师妹 我方才来的时候 看见林中里有毒草 不如我们把毒草 放在洞口焚烧 毒气飘进洞 那只白孔雀 若是还不逃出来 恐怕会死在里面 十二师兄 还是你聪明 林染称赞 随后招呼三位师兄 去摘毒草 师兄们戴着陆皮手套 将摘来的毒草 成堆摆放在洞口 进行点燃毒草 下一瞬 云中狂风大作 将毒草往林染的方向吹去 他捂住口鼻 连连后退 一根毒草 被风吹着 飘向他的头发 将他头发点燃 他大叫着 三位师兄冲上去 帮他扑灭头上的火 洞穴前陡然出现一道人影 那位风华绝代的年轻男子 被朝剑宗弟子 冷吃出声 与剑宗的弟子 真是一介不如一介 林染头发被烧焦了一大半 正在气头上 他望着男子挺拔的背影 皱眉问 你算哪根从 转过身来说话 我在洞穴里 听见了我主人韩爵的声音 心中一喜 林染的话刚落音 韩爵一灰一袖 韩风化作耳光甩向林染 啪啪抽了他十几个耳光 林染的脸被打肿 警醒等人抽出剑来指向韩爵 大喝一声 受死罢 他们手里的剑不受控制 脱离掌控 朝对方的胸膛刺去 方才的一致对外 转瞬变成了内讧 韩爵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化作一股风吹进洞穴 洞穴里别有洞天 韩爵出现在我面前 他看见化成人形的我 先是一愣 转而欣喜万分 下一瞬 他发现我身上的羽毛被拔光了 成了一袭白羽霓裳 他冷峻的毛子瞬间变得通红 林溪 是谁拔你的羽毛 我指了指外面 外面那三个剑宗男弟子拔的 韩爵手背上青筋浮现 杀气毕露 外面 颈形的剑刺进目风的身体 出几个剑刺向颈形的胸膛 凌染的剑刺向出几 场面乱作一团 他们手里的剑被韩爵操控了 别的剑宗弟子闻讯赶来时 混战的四人都身受重伤 昏迷在地 剑宗弟子将重伤的四人抬回宗门 离开了这片邪门的林子 洞穴里 韩爵盘腿坐在我身后 运功帮我消化体内的悬炼圣质 韩爵的内力浑厚 在他的加持下 我体内的悬炼圣质被消化吸收 一道金光闪过 我的修为提升了一个境界 我是韩爵养的灵宠 在他没闭关前 每日都会窝在他怀里蹭来蹭去 以前我最享受的事 就是被主人顺毛 他的手指修长 骨节分明 抚摸在我的羽毛上 可舒服了 一百年不见 我不知道多想念主人 做梦都想着爬进主人怀里 这是灵宠对主人本能的依赖 我下意识朝韩爵怀里爬 求安慰求报报 向他告状 主人 他们欺负我 韩爵将我抱在怀里 抚摸着我的背 语气里充满了愤怒和心疼 主人会替你讨回公道 现在还疼吗 我委屈巴巴 疼 韩爵一边轻抚我 一边哄道 我知道西海有一种名叫珊瑚浆的海藻 能借出红色的球状果实 将果实里的枝叶取出来 涂抹全身 可以使羽毛在短时间内长出来 我这就命人去找珊瑚浆 西海呀 我突然想起我在西海的朋友 我认识一位神鸟 他曾和我要过我的唾液 去粘合一颗碎裂的珍珠 他说往后 但凡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尽管开口 那只神鸟的夫人 是西海浇族的公主 韩爵应声 那就好办了 我带你去一趟西海取珊瑚浆 等回来再清理门户 嗯嗯 我硬道 在韩爵怀里蹭了蹭 韩爵到耳根泛起一抹红 像是感觉到了 现在的手感 和以前的手感不太一样 以前我是一只孔雀 现在是人形 韩爵停下了抚摸的动作 开口道 灵溪 你要不先从我怀里下去 我从她怀里扬起头来 与气带了一丝丝的困惑和委屈 主人不喜欢我了吗 不是 韩爵对上我水灵灵的眼眸 英俊的脸颊愈发红了 她哑声道 你现在化形了 和以前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勾住韩爵的脖梗 以前我的手是爪子时 就想勾他的脖子 可惜勾不到 现在能勾上呢 还别说 双手勾住主人的脖梗时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这种感觉真好 韩爵鼻息深重 他将我的手从脖梗处拿下来 扑出四个字 男女有别 我仿佛懂了 又仿佛没懂 原来化形也不太好 会和主人变得生分 可我习惯了 窝在主人怀里 好吧 我恋恋不舍地从他怀里下来 韩爵支起身子来 摸了摸我的头发 你现在是人了 以后主人会教你 怎么像人一样生活 嗯嗯 好呀 我点头 走吧 我们出发西海 韩爵带我离开洞穴 林中寒风大作 我下意识裹紧身上的白雨泥掌 凌厉的寒风 让我想起 我和主人相识的画面 三百年前 我原本出生在一座温暖的山林 我喜欢那里的气候 尤其喜欢栖息在一棵 开满羽毛般 花朵的苍间大树上 后来 我被一位猎人射中 几经转手 我被带到了雪域 雪域的气候极冷 我被冻得失去意识 埋主以为我被冻死了 将我埋在雪地里 我身上堆积了厚厚的寒雪 韩爵那时在雪域历练 他经过我身叛 听见我的乌叶声 将我刨出来 他将我带回一处山洞 生火给我取暖 还摘来野果子 用火烤热了给我吃 我快要死的时候 他用内力温养着我的筋络骨骼 和四肢百骸 将我从鬼门关拉回来 他教我怎么在寒地生存 怎么适应雪域的气候 夜里睡觉时 我总是往他怀里钻 他用手一下下 抚摸着我的羽毛 给我带来温暖 陪我度过最寒冷的那段岁月 因此 我对韩爵有依赖性 他的怀抱对我来说 就是最温暖的窝 韩爵的剑飞到他面前 我们遇见飞行 往西海的方向而去 半空中 寒风呼啸 灌进白雨泥场里 我冷得瑟瑟发抖 主人 我冷 我下意识往韩爵怀里贴 他方才虽说和我男女有别 可还是毫不犹豫地张开双臂 用他的长袍裹住我 将我抱入怀中 抵达西海时 我们沿着海岸线 一路寻找神鸟苍蓝 她和交族公主于兰 在岸边下棋 我们落在地上 上前说明来意 于兰公主当场叫来西海镇 海神石成林和一只棒金 让他们去海底 帮我找珊瑚江 半日后 他们将珊瑚江献给我 那位棒金 还向我表达了感激之情 原来此前苍蓝来找我要唾液 是用来粘合棒金体内的 一颗破碎的珍珠 看来有时候帮助别人 就是在为自己结善缘 助人意识助己 我和韩爵拿着珊瑚江 离开西海 回到白羽山 洞穴里 我变回孔雀 韩爵将珊瑚江的枝叶 涂抹在我的肌肤上 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重新长出漂亮的羽毛 羽建宗 林染向掌门哭诉 师父 我们被欺负成这样 若是传出去 我们羽建宗 恐怕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求师父替我们出头 紧行附和道 还没到 声音已传过来 是吗 本座倒要看看 你想怎么为他们讨回公道 下一瞬 他的身姿出现殿内 林染指着韩爵 向掌门告状 师父 就是他重伤我们 景行有掌门师父撑腰 腰杆挺得更直了 他愤怒地望着韩爵 我们正准备要去找你报仇 你倒是自己找上门来了 掌门打量着韩爵 觉得他这张脸 好像在哪里见过 他的目光落在韩爵的配件上 突然倒吸一口凉气 您是 师尊 林染和景行等人 七嘴八舌一论开了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是师尊 哪有那么年轻的师尊 明明就是一个出出茅庐的后辈 韩爵走上主位 霸气侧漏道 宇建宗的弟子素质堪忧 是该亲里门户了 怀旭终于想起来 在哪里见过韩爵这张脸了 在宇建宗的藏宝室里 珍藏了一张创派师尊韩爵的画像 怀旭是宇建宗第五代弟子 韩爵百年前闭关 怀旭压根没见过 这位传闻中的师尊 只见过他的画像 其余四代弟子要么已经先世 要么去云游四海了 怀旭连忙行礼 见过师尊 恭迎师尊出关 林染和景行等人傻眼了 眼前这位英俊的年轻男子 竟然是宇建宗的师尊 他们压下满腔怨气 连忙跟着掌门行礼 见过师尊 恭迎师尊出关 韩爵归来后 将云游的第四代弟子召回 林染和景行 慕风 初纪等人被逐出师门 怀旭也因为管教无方 被撤去掌门一职 由他师父回来 重新担任掌门一职 林染和几位师兄下山 刚好遇到邻国皇帝 派人来寻找流落民间的公主 林染就是邻国的小公主 他被带去皇宫 与他父皇相认 恢复公主的身份 景行被他收作男宠 另外几位师兄 则成了他的贴身侍卫 真日夜里 韩爵卸下了 我趴在他寝宫外的一棵大树 望着他的睡颜发愣 我心想 若韩爵是只熊孔雀就好了 啊呸 我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主人是人 是无欲无求的剑宗师尊 我怎么能对他 有那种龌龊的心思呢 我甩掉脑中的杂念 趴在枝头渐渐睡去 寒风刮过枝头 好冷啊 我下意识缩着身子 忽然失去重心 眼看着就要从树上栽下来 一只温暖的臂膀接住了我 我睁开眼睛 看见是韩爵 他不知何时站在树下 还恰好接住了我 外面风大 进去睡吧 韩爵说完将我抱进寝宫 他将我放在一张软榻上 用一张柔软的毯子 盖在我身上 他回床榻上睡 软榻睡着比树枝暖和 可还是不够暖 韩爵的床看起来很温暖 盖在他身上的被子 看起来很柔软 我也好想去试试睡他的床 我想起以前在雪域 我们也是一起睡 眼下我是孔雀生 他应该不会介意吧 我鬼使神拆地从软榻上下来 悄悄钻进他的被窝 哗 床上睡着比软榻上要暖和多了 韩爵的身体像是一个暖炉 吸引着我靠近 我慢慢地 一寸一寸地往他那边挪过去 他睡得很沉 好像没有察觉到身边多了只孔雀 我躺在他的身边 美美地入睡 快睡着时 韩爵像是发现了我的存在 他俯身过来帮我噎了噎背脚 我的身体变成了人 他正要戳回手 我下意识往他怀里贴了贴 挨着主人最暖和 韩爵身子一僵 喉解滚动 他眸光倒映出我的容颜 失神片刻 他收回目光 缓缓将身子摆正 又缓缓转了个身 用背对着我 像是在逃避什么 我的瞌睡全醒了 低声问道 主人 为何用背对着我 我注意到 韩爵的耳根染满了红霞 或许 他说没试过和姑娘家 同睡在一张床上 我现在是人形 他还不适应和我同寝 我还有公屋未处理完毕 你先睡吧 韩爵起身 离开了寝宫 我反应过来 是我越界了 我不仅爬主人的床 还变成人形 往他怀里钻 主人一定生气了 下次不能这样了 要和主人保持适当的距离 韩爵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去雪域历练 龙冬 韩爵来向我告别 灵溪 我要去雪域修炼 你的羽毛还没长齐 不能抵御雪域的寒冷 你留在白玉山 等我归来 我原本还怕得和主人 一起去雪域 他后面的话 直接浇灭我的希望 不过 转念想想 主人不带我去 都是为了我好 我应道 好呀 那您早去早回 你晚上别再睡在枝头 去我床上睡 韩爵安顿好我后 遇见离去 整个冬天 我每晚睡在韩爵的床上 温暖极了 他盖过的被子盖在我身上 宛如他在拥抱我 冬去春来 万物复苏 山顶的那棵白玉树开花了 白色花朵落下时 像是羽毛 又像是漫天飞舞的大雪 这一幕有些熟悉 似曾相识 我们孔雀的反眼期到了 我也迎来了 修炼成精后的第一次求武器 掐指一算 主人应该快要回来了吧 这日 我停在白玉树上睡午觉 被一阵孔雀的鸣叫声吵醒 睁开眼一看 白玉树下 站着知美轮美奂的蓝孔雀 他对着我开屏了 他尾部的羽毛 硕大而浓密 这是孔雀一族中的佼佼者 他用孔雀族的语言对我说 我叫蓝义 可以当你的伴侣吗 蓝义 这难道是传闻中那位 新任孔雀之王 我从树上下来 在森林里奔跑着 想要甩掉他 蓝孔雀追上来 熊孔雀会通过奔跑和搏斗 来体现自己身体强健 我跑得极快 却还是被他追上了 他化作人形 成为一位玉树林峰 容貌俊美的翩翩公子 我化作人形 向他发起攻击 蓝义应战 我们在林子里搏斗起来 能看出他的能力很强 担得起孔雀之王 我和蓝义熟了之后 他提议带我去他的家 反正韩雀还没回来 不如跟蓝义去玩玩 我和蓝义下山 穿过山道时 撞见了林染 他骑着马 带了一队人进山狩猎 我还看见了警形 沐风和初纪 这几个人当初在羽剑宗时 围着林染转 现在被逐出师门 还是围着林染转 林染看见我后 眸光一亮 勾唇邪笑道 是那只害本公主 被逐出师门的白孔雀 真是冤家路窄呀 他说把拉满弓箭 命道 谁若是能射中那只白孔雀 本公主重重有赏赐 众人文言用剑对准我 林染一声令下 放剑 我和蓝义 躲在进草丛后逃走 无数只剑射了个空 林染带人在后面追 我们逃到一处悬崖 纵身往悬崖底下飞去 其中一只利剑飞向我 蓝义扑过来替我挡住 它快速坠落 掉在山谷下 我降落在草地上 化作人形 去查看蓝义的伤势 它也化作人形 方才那只剑射穿了它的背 它原本可以躲开 却因为怕剑射中我 自己挡了上去 无数蓝孔雀飞过来 它们都尊称蓝义为王 我将蓝义带回它的洞穴 为它拔剑 拔完剑后 蓝义对我说 灵溪留下来 当我的王后 如今我处于求偶期 是需要一个伴侣 蓝义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对象 可是 我又想到了韩爵 我记得他曾和我说过 我如今已修成人形 就要像人一样生活 或许 我可以试着摆脱孔雀一族的天性 像主人一样 成为一个无欲无求的人 我将手抽回来 含糊其词 容我考虑考虑 蓝义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好 你现在百雀谷住几日 再决定是否要留下来 百雀谷风景优美 气候宜人 适合孔雀居住 蓝义每日都会对着我开屏 试图吸引我的注意力 我看着蓝义的时候 就会情不自禁地想 若是韩爵向我开屏的话 我兴许就同意了 不过想来 他不会开屏 我在百雀谷完了三日 准备离开 蓝义再度挽留我 灵溪嫁给我 我用凤髓果当作聘礼 我好奇问凤髓果 蓝义将我带到一处山洞 他指着生长在石缝里 一颗鲜红丝血的果子对我说 那就是凤髓果 懒生血圣药 一百年才会结出一颗果子 伏下一颗 可生出无穷无尽的血液 就算血液流干也能复活 想必蓝义曾服过一颗凤髓果 所以他重剑流了那么多血的无碍 我摇头 不了 我主人快回来了 我得回去等他 免得他修炼归来 看不见我会着急 蓝义说 你如今已修成人形 可以和你主人求一个自由之身 想必他会同意 向主人求自由之身 这个我从未想过 若是修炼成人会失去主人 我宁愿永远当一只孔雀 主人从未限制过我的自由 我不会离开主人的 我说吧 朝蓝义挥了挥手 朝百雀谷外走去 蓝义追过来 将我送到百雀谷外 对着我的背影说 灵溪 有空我去找你玩 后会有期 告别蓝义 我归心似箭 上山的路上满脑子都在想 主人生是回来了 他在血域修炼得如何 剑法是否又精进了 穿过山道时 我又遇到了林染 原来他这几日都在此处蹲守我 提前埋伏好的弓箭手 从树丛里探出头来 这一次 我以人形的模样 出现在他面前 林染盯着我身上的白羽霓裳 仰手制止弓箭手 先别放剑 别射坏了那席白羽霓裳 本公主自己来 他说吧 拉满弓箭瞄准我的喉咙 他想要一件封喉 这样一来 他既可以杀了我 又可以得到我身上的白羽霓裳 看来他对这件白羽霓裳的执念很深 哪怕他现在已经贵为公主 可以让宫廷缝衣将 缝制出更精美的衣裳 可他还是心心念念 想要我身上这件 林中狂风大作 吹乱了林染的头发 他的发丝挡住视线 剑在弦上 他腾不出手去拨开头发 咻 他一剑朝我射来 我知道他射不中的 他刚才根本没瞄准 不过林中全是他埋伏的弓箭手 我不能掉以轻心 利剑飞来的瞬间 我躲开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韩觉护在我身前 他脚下的剑机飞袭来的剑 剑在空中转了一个弯 往林染的方向射去 他正在拨弄头发 来不及躲开 利剑射进他的胸口 林染从马背上坠落 扑 他吐出一口鲜血 保护公主 警行一声令下 弓箭手能拿剑对准我和韩觉 韩觉的剑飞回来 他搂住我 遇剑离去 百剑朝我们启发 被韩觉用内力震落在地上 我们毫发无损 林染则身受重伤 他的剑脆了毒 射进自己的胸口 剑伤是小事 毒才更为致命 警行连忙将一颗解毒丸 塞进林染嘴里 随后带着他回皇宫整治 我和韩觉落在山顶的白羽树下 方才去哪了 他冷峻的眉眼 染上极许温和之色 比春风还醉人 我如实相告 我最近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他叫兰逸 和我是同族 他也化醒了 我随他去百雀谷玩了几日 韩觉追问 你和他很熟吗 我想了想 答到原本不算熟 他帮我挡了剑 现在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韩觉眉头微醋 眼底闪过一丝异样的情绪 生死之交 我心想 难道是我形容错了 韩觉看起来不太希望 我和兰逸成为生死之交 呃 也不算生死之交吧 我下意识观察着韩觉的神色 试探到 他问我能不能留在百雀谷 当 当他的王后 我没有答应他 我们孔雀族都会找一个伴侣 生孔雀蛋 繁衍后代 这是动物的天性 我将来或许也会 不知主人对此会是什么反应 韩觉摸了摸我发烫的额头 像是明白了什么 灵溪 你是不是到了 求偶妻 原来主人也知道我们孔雀有求偶妻 嗯 我娇羞地低下头 你如今已修成人形 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 人可以克制自己的天性 韩觉说吧 牵住我的手道 跟我来 你来写一遍 我模仿着他握笔的姿势 笔尖占了少许墨汁 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着 第一次写字 我写得很费劲 不知道怎么拐弯 我向他投去求助的目光 主人 我不会 他的掌心握住我的手背 带着我一笔一画练习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我写好了我的名字 我看着白纸上的字迹 心底涌起一丝自豪感 主人 教我写您的名字吧 他再度握着我的手 教我写他的名字 我学得很认真 末了 他给我布置作业 练习我和他的名字 直到练会为止 我坐在书桌前 埋头苦干 在我的努力下 两个名字越写越顺手 越写越工整 还别说 主人这个方法成功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让我不再胡思乱想 此后 他又教我下棋 弹琴 练剑 放风筝 教我像人一样拿碗 握筷子吃饭 像人一样沐浴 焚香 冥想 睡觉 我体会到了做人的乐趣 人类的娱乐方式真多 比当一直在山林里穿梭蜜石的孔雀 要有趣得多 和韩绝在一起的日子 过得很安逸 某日 蓝衣上山来找我玩 我在山顶放风筝 他看见风筝 觉得很新奇 让我教他放风筝 我回忆起韩绝 教我放风筝时的情景 他站在我身后 我的手心握着风筝线轮 他的手心握着我的手背 手把手教我怎么转动线轴 放飞风筝 我按照韩绝教我的法子 一葫芦画条交给蓝衣 山顶传来我们俩愉悦的笑声 韩绝的身影 不知何时出现在山顶 他站在白羽树下换我 灵溪 我主人来了 你自己玩哈 我将风筝线轮 放进蓝衣手里 朝韩绝的方向走去 走近后 韩绝问我 他就是你说的蓝衣 嗯 我点头 韩笑道 我教他放风筝 他玩得可开心了 韩绝好像并不是很喜欢蓝衣 他牵着我的手就往回走 该回去练子了 哦哦 我回过头去望着远处 放风筝的蓝衣 我感受了他对我的占有欲 我还隐隐察觉到 他好像有些不太开心 是因为我和蓝衣放风筝吗 还是我不该一葫芦画条 教蓝衣放风筝 到了书房 他铺开一张新的宣纸 演好墨之后 教我写新的字 这一次 他教我写一首古诗 他握着我的手心 一笔一画教我 我写得很认真 可他好像有些心不在焉 简单的字 写错了几次 磕磕碰碰 才写完一首诗 他将笔放在艳台上 我偷偷打量他一眼 瞟见他耳根像是火烧一般 我恶作剧般地摸了摸他的耳朵 问道 主人 你的耳朵好烫 是不舒服吗 他握住我的手 声音清冷中带着一丝沙哑 我没事 他的手心也很烫 韩觉最近常常在叫我练字 练琴 即练剑的时候 分心走神 耳朵动不动就红得发烫 难不成 他也有球偶期 我感受着他掌心的温度 将手指挤进他的指缝 轻叹道 主人的手也好烫 韩觉用力回握住我的手心 下意识将我往他怀里带了带 我搂住他的腰身 顺势将耳朵贴在他的胸膛里 自从化形后 他已经很久没有抱过我了 这好像是人类情侣之间拥抱的姿势 还挺新奇的 我感应到他的心扑通扑通跳得飞快 他闭上眼眸 情不自禁地亲吻着我的发 我心想 若我不是孔雀 是人就好了 下一瞬 我感应到他胸口一阵剧烈的起伏 他松开我 嘴角涌出一口鲜血 主人 您怎么了 我手忙脚乱找出手帕 帮他擦拭嘴角的血迹 三百年前 主人在血域修炼 那时他修为还不强 经常受伤 他用百年时间成为剑修第一高手 此后两百年 我从未见他受过伤 眼下怎么会突然吐血 我帮韩觉擦拭完嘴角的血迹 随后用衣袖帮他擦拭鹅脚渗出的汗 灵溪 我无碍 你先出去吧 韩觉有心事 但他显然不想告诉我 那主人您保重 我在外面 您有事随时叫我 没有将他的伤疗好 反而又吐出几口鲜血 挂在墙上的剑在震动 仿佛随时想飞出来 连我在树枝上 都感觉到了剑的杀气 韩觉嘴里默念剑绝 压制住他的剑 我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他的剑 不会是想要是主吧 难道韩觉前段时间去血迪修炼 走火入魔了 可是不对啊 韩觉回来时 我问他修炼的如何 他告诉我 只差一个小境界 就可以突破剑胜境界 剑胜是剑修中 最高的境界 韩去他此前闭关的山洞里疗伤 我守在山洞外 偶尔睡着后 会被里面的呕血声惊醒 放在角落的剑 越来越不受控制的震动 再这样下去 主人的血怕是会吐干 我想起百雀谷 有一株凤髓草 上次兰一说 只要我嫁给他 他就将凤髓果 给我当作聘礼 那株凤髓草的枝头 就只有一颗果子 想来是非常珍贵 我在山洞外来回夺步 韩觉的脸色越来越惨白 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但是从他吐血的程度来看 他需要那株凤髓果来补血 服下凤髓果 可以生出无穷无尽的血液 吐再多血也不会死 只要能救主人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犹豫再三 我决定去找蓝翼要凤髓果 百雀谷 蓝翼见我来找他 很是欣喜 我向他说明蓝翼 蓝翼 你上次不是说 要用凤髓果来 当作迎娶我的屁里吗 好 我嫁你 蓝翼眸光一亮 当真 我点头 不过你要先将凤髓果给我 我拿去给我主人服下后 再来嫁你 好 我现在就带你去摘凤髓果 蓝翼说吧 带着我往山洞走去 他摘下凤髓果 放入我掌心 你主人受伤 我送你上山 免得又遇到那位 喜欢射孔雀的疯子公主 好 我汗手和蓝翼一起走出山谷 穿过山道时 我们看见有人弯腰 在草丛里寻找着什么 我和蓝翼躲在暗处 没有惊动他们 片刻后 我听见他们俩在对话 其中一人说 喜欢吃鸡蛋鸭蛋 暗唇蛋我可以理解 可公主殿下日日要吃孔雀蛋 这是什么怪癖 另一人答道 他以前也不吃孔雀蛋 自从上回狩猎中毒箭救活之后 就开始每日都要吃孔雀蛋 一日不吃就会暴躁地摔东西 听说他很讨厌孔雀 尤其是白孔雀 还下令只要看见白色孔雀 就杀无赦 我从他们的对话中 整理出一些信息 上次凌染中毒箭就过来了 他因为恨我 所以每日都要吃孔雀蛋 这两个人是奉命来寻孔雀蛋的 凌染还下令看见白孔雀就斩杀 他可真固执 好好当公主不相吗 为何要和一只孔雀过不去 我和蓝衣绕开他们 悄悄上山 靠近山洞时 我让蓝衣在远处等我 我拿着凤髓果走进山洞 韩绝睁开眼眸望着我 我将果子塞进他掌心 主人 这是凤髓果 可以补血 您快吃了吧 韩绝摊台掌心 问 哪来的 我插开话题 您别管从哪里来的 先吃了再说 蓝衣在外面 是他给你的吧 韩绝猜到 这没凤髓果来之不易 凤髓果一百年接一颗果子 你甚至答应了他什么 我摸了摸鼻子 不敢说真话 没有答应什么 韩绝将凤髓果塞回我手里 我不吃 你拿回去还给他 主人 您吐了那么多血 求您吃了吧 我将凤髓果捧到他面前 韩绝问 你是不是答应要嫁给他 嗯 我点头 灵溪 别嫁给他 韩绝又开始吐血了 旁的见证的更像 有要出窍的趋势 好 我答应你 不嫁给蓝衣 我帮韩绝擦拭嘴角的血迹 心疼地问 主人 您到底怎么了 韩绝将我拥进怀里 仿佛放弃了挣扎 灵溪 我一直未曾告诉你 我这把剑是什么剑 是什么剑 我很好奇 韩绝的剑是什么剑 以前我也问过他 他手口如瓶 现在 他打算告诉我了吗 这是无情剑 练此剑要断情绝爱 韩绝抚摸着我的背 叹气道 可最近 我动情了 我对你的感情渐渐变了 不再是主人和灵宠 人可以克制天性 却不能控制爱意疯涨 恋无情剑 一旦动情 无情剑便会是主 只有1%的机会能活 我想试一试 活下来的机会太渺茫了 更何况 就算他能活下来 那这300年的修为 盛世就全败费了 我摇头 不要 别这样 哪怕失败 我一不后悔 韩绝无比珍重地 在我额上落下一个吻 无情剑出窍 飞向韩绝 韩绝将我推开 无情剑插进他的胸口 吐吃 韩绝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韩绝 我爬过去 看见他胸口往外涌出鲜血 染红了衣衫 我想抱他 可剑横在他胸膛 他忍着痛 将剑拔出来 拥入怀 我抱着他哭出声来 呜呜 韩绝 你怎么这么傻 我不许你死 韩绝抬手帮我擦掉眼泪 轻哄道 乖 别哭 无情剑又卷土重来 韩绝将我护在身下 无情剑从他背部刺进去 韩绝的血吐了我一声 我哭得更伤心 主人 我错了 我不该话行 更不应该以你动情 你别喜欢我了好不好 我只想要你活着 灵溪 你先出去 听话 韩绝将我往山洞外推 我不愿意走 韩绝扬声道 蓝翼 你带灵溪出去 蓝翼快步走进山洞 将我拽出山洞 蓝翼运弓 在洞口设下一层结 他背后的无情剑飞出去 又再度攻向他 插进他的身体里 我在山洞外拍打着结界 结界坚不可摧 我亲眼看着无情剑 一次次次向韩绝 蓝翼捂住我的眼睛 叹气道 别看了 灵溪 无情剑是主 要是够九十九剑 能活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除非他自愿割舍对你的爱 无情剑才会罢休 什么 九十九剑 我在原地 眼泪愈发汹涌 韩绝 你疯了吗 快让无情剑停下 韩绝一边吐着血 一边命蓝翼 蓝翼 先带灵溪走 他在这里我恐怕撑不过九十九剑 蓝翼点了我的晕穴 我晕倒过去 在醒来时 我背靠在山洞外的那棵白雨树下 羽毛般的花朵一夜间落完了 蓝翼停在枝头守着我 我朝山洞走去 蓝翼深吸一口气 灵溪 挤哀 听到挤哀两个字 我腿脚发软 我不信 韩绝有着三百年的修为 他马上就要成为剑胜了 怎么可能就这样死去 我放慢脚步 双脚如同灌了签 我害怕走进去 看见韩绝惨死的画面 终于 我走到了山洞口 我看见韩绝倒在血泊里 他身上是密密麻麻的剑伤 刺到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刺 最后一剑刺穿了他的喉咙 无情剑还在他的喉咙里 他的血流尽了 那没凤髓果就在他面前 他往前伸伸手就可以拿到 可他却没有吃 或许 他知道就算吃了凤髓果 也撑不过九十九剑 干脆不吃 又或许 他根本没想过要吃凤髓果 他不愿我欠蓝翼人情 不愿我嫁给蓝翼 我贪婪在地上 朝他爬过去 我摸到了他的手指 我多么希望他 还有一丝力气 会握住我的手 可是他没有 他的掌心冰凉 不负以往的温暖 我爬起来 伸手去探他的鼻息 没气了 一丝气息也没有了 他甚至还没来得及 和我说一言 我抱着他的尸身痛哭起来 韩绝 若可以重来一次 我愿永远当一只孔雀 默默陪伴你 我无比自责与伤心 是我害了他 我害他失去了三百修为 害他失去了性命 韩绝死透了 蓝翼说再无生还的可能 无情剑最后一剑 刺穿他的喉咙 哪怕他吃下凤髓果也没用 我将凤髓果还给蓝翼 告诉他我不能嫁给他了 我将韩的尸身 埋在山顶的白羽树下 我在树上建了一个窝 守着他的坟墓 韩绝死后 时光流逝得极慢 上回他闭关百年 对我而言不过白居过喜 我守在山洞外的白羽树上 夜以继日地修炼 想在他出关前修成人形 给他一个惊喜 日子有盼头就过得飞快 如今他死了 日子没了盼头 每一个日夜轮转都显得尤为漫长 更别说四季更迭 听说凌燃死了 景行前不久也消失了 凌燃死前每日吃孔雀蛋 凌过境内的孔雀蛋都快被他吃光了 有人在孔雀蛋中混入了一枚蛇蛋 他吃下后毒发身亡 出葬那日 经过山林时摆蛇栏关 送病队四下逃走 蛇钻进他的棺材 将他的尸身啃得只剩下一堆白骨 入夜 蛇吃饱了离开 景行从树林里走出来 他将凌燃的尸骨装进收拾袋里 消失在夜色中 景行将凌燃的尸骨 葬在一处与世隔绝的山谷里 他为凌燃刻了一块墓碑 立在他的坟头 墓碑上写着 无期凌燃之墓 景行将一杯酒撒在凌燃的坟前 露出欣慰而疯狂的笑容 然然 你终于只属于我了 那枚毒死凌燃的蛇蛋 是景行混入孔雀蛋中 他杀了凌燃 凌燃恢复公主之身后 将景行当成男宠留在身边 一开始 凌燃与他情色和民 如交似漆 后来没过多久 凌燃腻了 又收了木风和初纪当男宠 景行吃醋 逼凌燃做出选择 凌燃不愿意为了一棵大树 放弃一整片森林 他与景行分道扬镳 将他逐出公主府 景行因爱生恨 养了上百条毒蛇 将毒蛇蛋混入孔雀蛋中毒 杀了凌燃 还率领百蛇栏关 啃视了凌燃的尸身 他在凌燃的坟墓前 搭建了一栋木屋 守着凌燃的坟墓中老 春去秋来 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 蓝一刚开始 经常会来山顶看我 我叫他不要来了 寒觉死了 我的心也死了 我守着寒觉的坟墓 过了十年 近日来 我经常会梦见寒觉 时光的流逝 没有让我忘了他的容颜 他的容颜 在我的梦里越来越清晰 又一年春季 万物复苏 我不愿醒来 我怕醒来后 寒觉就不见了 梦里的香手 也是一种香手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寒觉的尸身化作养料 被大树的根筋吸收了 醒来时 夕阳洒在大树上 孤寂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站在寒觉的坟墓前 回想起刚才做的那个梦 我刨开坟墓 检查寒的尸骨还在不在 坟墓刨开后 里面只有他腰带上的宝石 他的尸身果然不见了 连白骨都不曾看见一根 我鼻尖微酸 上天为何对我这么残忍 连寒觉尸骨都不给我留下 我伤心捶泪 一阵暖风吹过 我隐隐听见寒觉在叫我 灵溪 别伤心 我抬起头一看 漫天的晚霞中 寒觉从树身中目光而来 我以为我眼花了 连忙容我眼睛 寒觉的身影越来越近 他将我从地上拉起来 用入怀中 寒觉帮我擦掉眼泪 声音饱含思念 灵溪 我回来了 我回抱住寒觉 喜极而泣 寒觉 你没死 我不是在做梦 我死了 不过 我回归了本体 寒觉告诉我 他死后 尸身被这棵参天大树吸收 他的三魂七魄 在这十年间重新凝聚 原来 他的本体是千年树精 这棵白羽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七雀树 是最适合孔雀栖的树 这一瞬间 我仿佛想起了 尘封在记忆深处的往事 我出生在一个温暖的地方 那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每到春季 就绽放着白色如羽毛般的花朵 原来 我和韩爵早就认识了 记忆里的那棵树 就是眼前这棵树 我和韩爵紧紧相拥 它的稳温柔地落在我半 这是它用九十九件换来的香手 从此 白孔雀栖息在七雀树上 树与雀再也不分开 韩爵继续教我练字 与以往不同 我无需刻意与它保持距离 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窝在它怀里 它也不再克制汹涌的爱意 夜里 我和韩爵躺在一张床上 他教我揽入怀里 他传到我和韩爵耳中 韩爵语气笃定道 那没传过玉玺是假的 我反问 哦 何以见得 韩爵解释 真的传过玉玺摔不碎 我不信 传过玉玺不是用玉做的吗 怎么会摔不碎呢 韩爵告诉我 他见过真的传过玉玺 已经成精了 那没传过玉玺厌倦了 当一块传过玉玺 他变出一块假的传过玉玺 代替他镇守江山 他则长腿跑了 传过玉玺也能成精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真是开了眼啊 再后来 那只传过玉玺化作人形 成了太子妃 名叫玉玺 太子却为了一位青楼五姬 要修了他 他冲上青楼抓奸那日 五姬从青楼坠落 太子恨他入骨 久后扬言 戴姑登基那日 就是玉玺无马分尸之时 皇帝闻言连夜 废除了他的太子之位 太子不服 质问皇帝为何要废他 皇帝一个袋瓜子抽过去 镊子 快闭嘴吧 得罪玉玺 连朕的皇位都坐不完 太子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太子妃 竟是被历任皇帝 捧在掌心的传过玉玺 全文完